我們站在這邊我懷著12萬分的感恩 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好像有第一次來的新朋友 我跟各位新朋友一樣 我大概在三個月前也是跟各位一樣 坐在這裡分享會 那我要非常感恩給我輸的夢修 他是我的客人 我是在做那個將日市集生意的一個500攤子 那他是我的客人 因為他要我送貨 送貨給他 然後就我把東西抬上去他家 他在四樓 然後他就把書送給我 我就非常的感動 怎麼那麼好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人 因為那個時候的我非常的苦 那我那個時候正受著跟我父親關係的一個 非常惡劣的一個狀況 那我每天我去做生意我也一樣 我都帽子戴著 其實我很不願意跟人接觸 但是天天我又要做談判的生意 這樣是不是很苦 有點很苦 非常苦 非常苦 那在之前呢 那因為我經歷了一段 我先生就是那時候經歷了股票的一段 所以那時候有一些錢就貢獻在股票 那因為我從小非常好命 那段時間就有讓我的衝擊非常地大 我現在講就是我爸爸之前那一段 那多大呢 因為我從小太好命了 我從來不知道說幾百萬就可以要人家命了 實在苦到我住十四樓 我就想說這跳下去就解決了 什麼事都沒有了 一了百了 然後回頭一看 我女兒 因為我四十歲生 我女兒很小 我就想說不行 我不能做這種事情 我女兒還這麼小 我走了她怎麼辦 所以說就把自己再拉回來現實 我絕對不可以做這種事 我那時候就告訴我自己 可是心裡的苦還是這麼苦 那一直到了我爸爸的這件事情 我非常的感恩我爸爸現在 因為這三個月來 我從一個很不快樂的人 每天呢就是埋怨 怨東怨西 然後呢 我只差沒有 打紅電心腹 賣兇 賣兇 那因為我沒有做這個動作 但是我給的動作 我不大會罵人 但是我給的動作都很不好 我都是給負能量 我都是給氣 我沒有怨氣 但是我給氣 我講的話都是氣 所以說我家人回回來了 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從來都沒發現 我都覺得 為什麼我跟他講話 他對我臉這麼臭 到底 我都研究別人 我是不研究自己 我覺得我都沒錯 我剛剛說做午做午 因為我都五點起來煮飯 我女兒要上學 我都五點起來煮飯給她吃 然後我覺得我已經做得這麼好 對嗎 有時候你都對我臉色這麼難看 那我先生常常也給我那個 就是那個氣過來 那我就很不客氣的怎麼樣 回敬她 誰怕誰對不對 烏龜怕鐵錘 這個誰不會呢 我就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當然你們可以想像 我的家庭一定氣氛很不好 那我就講一下我先生跟我的關係 我講一段你們就懂了 我剛上完老師的課程 因為我是十二 十一月二十號 參加老師的那個 真的在乎你 我去上的那個課 回來我就分享會啊 然後就是很多的課程 我就跟著上這樣子 因為我其實很好奇啦 那我今天有一天 他就回家 就把那個門打開 然後我就 因為老師說 上完女人話說要怎麼樣 溫柔 英雄嘛 女生嘛 可是我真的從來沒有溫柔過 可是我那天覺得 我應該要聽老師的話 我要改變一下 然後他們一打開我就跟他說 老公你回來了 然後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停住 然後就說 我走進來的不是就回來了啊 意思是說你問這句廢話幹什麼 然後我自己就在想 天啊 你看這就是我 我從那個時候看到我自己 平常是怎麼對先生的 因為這個時候你比較清醒了 老師的教導之後呢 你就比較看得清楚自己的 以前都是看哪裡 看別人不好 你對我不去 就是都是在看這些東西 所以就會覺得哀怨 怨婦這樣子 那上完課之後就覺得 欸 為什麼人家會對我這種 這種講話或是氣啊什麼的 就開始慢慢再調整 那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老師 因為我三個月 就是我12月7號 老師的書不是寫要不要嗎 那我這個人也很簡單 我就想說 雖然有點懷疑 可是聽起來還不錯啊 那就來啪試試看對不對 好我就試了 我從12月7號開始到今年 我都沒聽過 沒有聽過一天做心法 那現在心法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重要每天早上的功課 因為我覺得只要一天沒做 我就覺得不行 今天有事情沒做完這樣子 那我剛剛說 我是很感恩我爸爸的狀況 那我提一下我爸爸的狀況 我跟我爸爸就是 我爸爸已經80歲了 他覺得他可能時間不多了 就要處理一下他手上的一些財產 那因為我是他親生女兒 那我們有領養的一個弟弟 那當時呢 我爸爸的一些狀況就是 有一個很讓我受不了的動作 就是他一直罵我 我做什麼都不對 他就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罵到我覺得我快要崩潰了 那就我覺得我靈魂受傷了 那因為我自己是護士 我覺得我有病逝感 在那個療養院 很多病人都覺得他沒病 你知道嗎 那種一樣的你知道嗎 那我這種的還算好 我有病逝感 我覺得不行 我靈魂受傷了 我想要找人來幫助我 那我找誰呢 因為我舅舅跟阿姨都是那個牧師 我就問我阿姨說我應該怎麼辦 他說你可以去教會啊 找了什麼什麼這樣子 可是我一直沒有去 因為我覺得我一直都沒有辦法 跟教會連上線 那我從加入這個課程之後 我就聲音 我的心裡有一個聲音就告訴我 我覺得這找到我的家了 我說這太棒了 這就是我的家 然後我就又有另外一個聲音 又搞出來 這是我最後的機會了 因為我今年五十幾歲了 所以說我剛剛說我從十二月起 一直做心法沒有停 就是我的內心告訴我這個聲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一直到現在 那我這三個月的改變就是 我剛剛說我爸爸的事情 那因為我非常生氣我爸爸不公平 我嫉妒他對我低行股比較好 我非常的不平衡 然後我就找了很多理由說 爸爸哪裡不對哪裡不對 我已經一年沒回去看他 說實在我們的狀況已經嚴重到 我那時候心裡一直在想 我這輩子應該都不會再回去看我爸爸 可是呢 講出去之後心裡很苦 為什麼 因為自己的爸爸 我很愛他 我非常愛他 就是因為愛得深 所以恨得也深 那我一年沒回去看他 我心裡其實很苦 那一直到了接觸超 我真的非常感恩 短短的心法半個月只有十四天 我的心情的穩定度 讓我自己完全沒辦法相信 我心裡想怎麼會這麼神呢 我就這樣才做了兩個禮拜啊 我已經準備讓我去看我的爸爸了 然後呢 我第一次我還不大敢自己回去 我就拉我老公 就說老公你陪我回去一下 再來我就都自己回去了 那過年的時候呢 因為我很感恩嘉玲喔 因為嘉玲有分享說他有行福利 然後對父母親 那我就想著 我應該要對我爸爸做一些事情 因為我爸爸已經80歲 我再不做我可能沒有機會 所以我大概過年前的一個禮拜 我就先回去 因為我已經一年都沒回去看我爸爸 如果你是我爸爸 你會一起把我回去嗎 我會 他很不開心 我說爸爸我想要回去看你打電話 他說你怎麼回來了 一直推就說你不要 我要出去你都不要來 那我心裡就想說不行啊 那是因為我很久沒回去 是我對不起他 因為我做心法一直在懺悔 那我就跟他說不行我還是要回去 那我就想說好 那爸爸 那我知道你過年要用錢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拿一點錢 不然你下來拿一下 他就說好 看在錢的面子上 那我很感恩為什麼 因為我心法做的時候我清醒多了 不像以前身心靈不聚合 完全都沒有辦法思考 每次一回到家就是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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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爸爸是那種很嚴肅的父親 那我就拿了錢給他 然後我就跟他說爸爸 我初二要回來喔 他就說不用 不用 我要出去 那我爸爸永遠就是這種回應 可是因為我們的做心法 是心情比較怎麼樣 能量場比較夠 那我就跟他說爸爸不行喔 孫子要跟你看你喔 所以說找你我也要回來喔 拜拜 那我就走了 初二我真的就回去了 我又先打電話 妹妹妹 你要回來 那以前的我一定會很難過啦 又生氣這樣子 可是因為說真的 真的這個心法 帶給我的這個能量場真的太穩定了 我就說爸爸啊我沒關係喔 你如果要出去剃圖也可以喔 我出去沒關係 啊我先回去看你一下 你要出去再出去 各位聽得懂你男語嗎 我就這樣跟我的爸爸溝通 然後他就沒講什麼 我就回家了 那回家我就包了一個大紅包 然後跪下來 他就怎麼了 你是在做什麼喔 因為我們真的已經很久沒有交流了 已經很僵硬了 我就說我跪下來 我就磕三個想頭 我就說爸爸我真的很感謝你 把我養大 我真的非常的愛你 那爸爸因為手平常都是這樣子 冰冷冷的不理我 我每次回去都摸著他的手 因為我覺得我摸一次 我覺得我就賺一次這樣子 我的想法是這樣 那那天我坐著鼓禮之後 我爸爸手是有回應的 那我就非常的開心 一直很感動 就一直掉眼淚 那我先生看了他也非常感動 他就說我說你怎麼也這麼感動 我跟我爸爸是因為我很久沒有跟我爸爸交流 然後很久沒有跟我爸爸 我沒有辦法就是表達我的愛他不收 然後你感動什麼呢 他說我看你們好 我就很感動了一直也在哭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短短的才三個月 真的超麻煩轉我的人生 所以我很感恩我當時的決定 我認真做了 那我的個性就是我只要做 我就是認真下去做 絕對不會讓他有一點點要不要這樣子 我沒有 我就是做 我覺得我是傻人有傻福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 那我沒有想到說 因為我爸爸的這個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感謝我爸爸 因為我們自己跟人的關係不好 我們自己沒發現 那因為我爸爸的關係 所以說我連帶了其他家人的關係也好了 我剛剛說我先生那個狀況 那我們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呢 我說 蛤? 對 我們現在真的是 就像以前在談戀愛那種感覺 又早回來了 真的一點都不誇張 真的我很感謝老師的課程 那當然我也感謝我自己這麼乖 願意 老師說的我就信了 現在早上我到林口讀書會 我先生他開車送我過去林口 那我想說 欸 你載我來了 那你就接受了嘛 我就手上還有一張4月1號的票 我就說那這張我邀請你去 那因為我邀請我的女兒跟我的老二 我有4個小孩 老二跟老師去 那他就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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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要去 那我也生氣啊 不去就不去啊 我說那我就送給別人囉 他就說 我有幫你推廣啦 要的就是這句話 因為我一直懺悔 我對我先生真的就是 他跟我的朋友說 我朋友跟我講 他說你知道嗎 美助級以前是五折天耶 現在很溫柔耶 所以我真的是深深的懺悔 就是對我的父親 對我的先生 對我的小孩 因為我都用我的習性在帶他們 我以前就是 我們家我是老大 那因為我先生疼我 他很少給我很大的衝擊 那我剛剛有說 他有一些那個氣有沒有 他已經很忍耐了 後來我發現 所以說我真的很感恩 你看我才短短的三個月 我整個人生是翻轉的 我現在順到什麼程度 各位你知道嗎 你看我做六日生意 禮拜五的那一天是下大雨的狀況 禮拜六好天氣了 對不對 禮拜六好天氣了 禮拜六好天氣 禮拜天又好天氣 那我是做六日生意的 我心裡面充滿了感恩啊 怎麼這麼算呢 就這樣剛好前後就給我好天氣 不知道是湊巧嗎 我覺得不是 老天爺特別照顧我 然後呢我到那個銀行去 你知道嗎 我手上拿了兩本書 我心裡面在摩托起了 我就想 我今天要碰到那個小姐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要給她輸 她非常的棒 像細細的很善良 然後我就想我一定要抽到她的號碼牌 妳懂我意思嗎 我要跟她臨櫃 然後我就停車下來 然後抽了號碼牌 真的是她耶 實在是 我真的是這三個月 我現在每天都在驚喜中 真的是喜樂豐盛富足 就是那個能量場就真的是賺了 然後呢 我就把書分享給她 她還跟我講說 姐姐我跟你講喔 你這個定存喔 不要存我這邊 嚇我一跳 因為她是銀行的職員耶 一般不會人家跟你講這個的啦 我說那我要存哪裡啊 她說你存那個郵局利息比較高 我說真的嗎 高多少 她就告訴我 我說我感恩 好該領出來的 全部都領出來 我馬上去郵局存 各位你們有碰過這種事嗎 我長這麼老 我是五十幾歲的 二手回收的那個 我常常都開玩笑 真的我是二手回收 老師點亮了我的蠟燭 我現在過的生活是這樣 真的喜樂豐盛富足 跟老公談戀愛 跟小孩子的那種關係是很好的 以前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真的是心裡是充滿著感恩 所以我在禮拜二 下禮拜二開始 我在桃園我也辦了讀書會 剛剛佳玲問說 為什麼我們家人都還願意在這邊 我很誠懇的跟所有的在座的朋友講 因為每一柱有得到這麼好的人生翻轉 我幸福了 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樣幸福 所以我也是輸就是一直發 我去買衣服我也發一下 我去銀行我也要發一下 我去買鞋子我也要發一下 反正我就是覺得這麼好嗎 不給你要給什麼呢 我的那個朋友我也都是給他說 然後告訴他 那有緣的自然而然他就會來 像我就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能夠站在這邊 講述我今天的幸福 不然三個月前 唉給我書的那個夢修 每次都問我 他說以前我總是覺得你很怪 我說就不想見人當然怪啊 就是帽子戴著然後我就真的不想見人 那我真的非常感恩導師感恩超馬 感恩天地給我這樣的機會 我今天能夠在這邊分享 我希望以後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散打 站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你的幸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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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